2024国产片又放出王诈作品 美女与蛇的故事再次上演 不止女主很哇塞 客校也是相当炸烈 冯师将遇到了一具无头女尸 她的头颅被封印在了木盒里 于是冯师将拿出了杜魂针 准备将女尸的身体和头颅合二为一 等待大功告成之际 刚才的女尸就如同活人睡着了一样 活着该多好 男人的话音刚落 那女尸的眼皮似乎动了一下 李年赶紧近身查看 结果下一秒 那女尸竟睁开了眼睛 等李年他们关上房门 再一转身才发现 刚才的那具女尸竟然不见了 难道她还能活了不成 就在二人还在疑惑之际 李年突然看到了一双绣花鞋 此时的房门无法打开 无奈之下 李年只好跳到棺材后面躲避 他看到那女人慢慢地靠近了陈超 随后女人的身体里钻出了一条黑蛇 黑蛇迅速地咬住了陈超的脖子 红而吸干了她的精血 随后女人彻底恢复了人形 好舒服 李年健壮 她立刻甩出了所有的杜魂针 试图摆出锁魂针将眼前的蛇妖困住 然而殊不知这蛇妖太过强悍 她稍稍用力 就将锁魂针全部划住 李年也被压在了棺材下面 等到李年再醒来时 她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那女人正坐在她的家中 自称是被李年所住 秦元见她十分可怜 便决定将她收留在家中 从此之后二人便以姐妹相撑 然而这隐狼入室的举动 将会让秦元付出生命 女人在昏睡中被黑蛇所有 然而当她再醒来时 身体却能安然无恙 刚才怎么就突然睡着了 不过感觉身子轻松不少 原来秦元结婚多年都未曾生命 而小梅却说有能治好她的偏方 从而秦元对小梅是万般的信任 可殊不知这小梅竟是一只蛇妖 等到了晚上 小梅就吞去身上的人皮 将自己的妖气输送到了秦元的身上 从那以后 秦元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 小梅还给了她一包药 让她放在酒中 等待李年归来后 这传宗接代的任务必能完成 此时的李年为秦元准备了礼物 为了迎接这个时刻 她换上了一份新装 不过此时的氛围法让她有一丝紧张 她将发簪送给秦元以后 便开始用喝酒来掩盖自己的紧张 可是在一杯酒下度以后 她突然发现 此时的秦元竟然变成了小梅的模样 你怎么在这儿 我美不美啊 在药物的作用下 传宗接代的任务正式进行 然而小梅只是李年看到的假象 真正的小梅正蹲守在一条巷壁 等待着她的猎物自投罗网 姑娘 你没事吧姑娘 姑娘 原来和李年在一起的人就是秦元 直到李年喊出了小梅的名字 秦元才恍然大悟 万般悲伤的她 摘下了李年送给她的发簪 她以为将发簪送给小梅 才是李年的心中所想 于是她闯进了小梅的房间 只是这三更半夜的 小梅却不知所踪 秦元也没多想 把发簪放在桌子上便想转身就走 可无意间一个半开的柜子引起了她的注意 于是她缓缓地打开了柜子 结果她竟从柜子里看到了两具干尸 秦元强装淡定 假装自己什么也没看到 便想找机会溜走 然而小梅却让其留步 她以天冷为用 故意要打开柜子为秦元拿件衣服 然而当小梅在打开柜子时 那两具干尸却不见了 这让秦元十分的诧异 难道刚才是自己看花了眼 小梅本以为用障眼法 就能将秦元再次骗过 可这一次秦元并没有上当 第二天她就叫来了官差 将小梅带回了县衙 为了让李宁相信自己 秦元还刻意当着李宁的脸 打开了那个装着干湿的柜 可结果柜子里只有几件衣服 看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想谈恋爱的兄弟 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 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帮你找得越准 找对象 就用牵手 蛇妖为了让自己的身体重复 她又使冯尸将李宁为她补尸 从而她成功地幻化成了人形 但是由于皮囊和她的身体不能完全融合 她必须在吸食了99个人的阳气以后 再找到一个人讨风 只要这个人能真心地爱上她 她便可以和这身皮囊血肉相连 于是她以小梅的身份 进入了李年的家中 秦元见她身世可怜 便将她暂时收留 从此之后二人以姐妹相成 然而小梅每晚都会脱去皮囊献出原形 将自己的妖气输送到秦元的体内 最终将她变成了满身妖气的蛇妖 随后她还告知李宁 真正的秦元已经被那蛇妖所害 起初的李年还在半信半疑 直到她回到家中 正好遇到了抓捕蛇妖的观差 此时的李年 还觉得这种荒唐的行为简直就是狐猛 可是当她再找到秦元以后 秦元竟然真的变成了蛇妖 此时的秦元把李年当成了最后的依靠 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 李年突然拔下了她的发簪 狠狠地刺进了她的肩膀 你老了你二龙去哪里 不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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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的李年为了报仇彻底失去了李治 他们一同对着秦元挥砍 最终秦元陷入了绝望 只能暂时逃走 然而不久后小梅又找到了她 她以李年的性命相威胁 逼迫秦元承认自己是蛇妖 无奈之下 秦元故意闯入了官差设下的陷阱 随后她便承认了自己就是蛇妖 最终她死在了火海之中 不久之后 小梅的阴谋得逞 李年心丹秦元地娶她为妻 本以为计划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可就在小梅喝下胶杯酒时 意外发生了 为什么 原来李年在找到秦元的事故后 一个道士正好再次路过 她判定秦元被妖气营绕 但是她并不是蛇妖 真正的蛇妖一定就在李年的身殿 随后那道士给了李年一粒丹药 这种丹药会让妖怪原形毕露 小梅在中毒以后 她慌囊地逃到了郊外 结果却进入了道士的法阵之中 蛇妖吐出百米长蛇 直接捅进了道士的位置 接着她直勾勾地朝道士飞去 阿伟健壮丢出手中的冯尸针 并把她固定在石柱上 被割断头的蛇妖 身体里涌出了无数条小蛇 场面简直惨不忍睹 就当众人以为祸害已除准备庆祝时 但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蛇妖的身体突然扭动了起来 并试图重组身体的其他部件 阿伟健壮力感不妙 并用膀胱示意道士 可眨眼的功夫 蛇妖就坐地而起 并端起自己的头 准备来一个接头手术 蛇妖空有一副臭皮囊 但内心充满了邪恶与罪恶 兄弟们这个我是真的喜欢 很快蛇妖就恢复了楚楚动人的母人 而臭道士多次伤她 这次就要让她付出代价 蛇妖先是掐断了道士的口 接着小手一挥 直接震碎了道士的担心 接下来就轮到负心汉阿伟了 蛇妖穷尽一生 都想找个爱人与她结合 唯有这样才能凌肉相容杜劫生天 为此她不惜害死阿伟的老伴 此时的阿伟只想干死 她为老伴报仇 于是她掏出祖传冯尸针 朝蛇妖的防护罩 阿伟用自己的精血输入蛇妖体内 原本就是一堆白补的蛇妖 被阿伟的纯阳之力侵蚀反应 并露出了争鸣的面脸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痛苦与不感 不多时就烟消欲缘 尸身再次分离开来 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复活的机会 随着熊熊的大火化作了一团黑烟 机关算尽的蛇妖到头来也是一场空 至于她对阿伟的爱是真是假 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荒叶中只剩下阿伟的哀好声 往后的很多年龄 阿伟还是从事着自己的老短号 直到今天来了个奇怪的客人 我家老爷先是 成熊掌柜的帮忙脸的师 爹 我也去